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回家了 怎么了 就不想待在外面 什么时候了 现在 妈妈 没出鼻血了 没出鼻血流鼻涕了 你想不想我 现在就回家 我想回家怎么办呢 我真的不能出差 我觉得 怎么还来 不是 就是我来了才觉得 就是我 其实很多年 没有自己出来过了 你是讲家是吗 对的 你就当是那个 叫什么变形记 我真的觉得是变形记 你知道吗 其实我实际上是很久很久 没有离开家了 而且其实小孩出生以来 就没有一次完全离开过他们 所以就有点不适应 我们节目组没有给我们提供纸吗 我都被他们的这个情感带进去了 是吗 我又想哭一次 我很好奇现场的爸爸们 你们单独带孩子时间最长的 有多久 我带他最长可能会半天 半天 单独带孩子的时长的极限是半天 对 全天都没有过 不会超过十个小时 为什么 是能力上吗 还是 我觉得 一直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郭老东是一个很负责的爸爸和丈夫 肯定 但是他确实在扮演这个角色里面 有一部分是缺失的 我就觉得 他在外面确实也很辛苦 所以他回来之后 我都没有让他喂过孩子一次夜奶 而且我记得孩子很小 我要把孩子带到剧组去陪伴他的时候 我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 我会让孩子跟阿姨睡一间房 那孩子那个时候刚刚会说话 两岁应该是 大概到九点 那他早上五点就要起床 九点他就睡觉 孩子那时候还不想睡 我说不行你得走 那回到你的房间去 我是硬生生把孩子赶回去的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好狠心 那孩子是不愿意走的 我把他赶到另外一个房间 我为了陪他睡觉 我怎么听着就是非常的 对不起 不可期待性 是的 理解了 其实我太太很优秀 她其实在商业上的成就 理论上来说 应该比我更优秀才对 她自己是主动退出 然后回到家里去带那三个孩子 如果重来一次 你会愿意做全职爸爸吗 我觉得如果再重来一次的话呢 我会鼓励我太太也不要回家里 但是我也不建议我自己要去回家里 因为我跟很多优秀的 这个二代的人起来的那些孩子 我跟他聊天 我发现他们的成长 其实他父母就完全花很多时间在那 在跟他在一起 而是给他拿一个很好的榜样 把自己工作做好 我要让孩子们知道 爸爸在做什么 并且我做这个事情 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明白 如果你的太太也出去工作 那到底谁来带孩子 这孩子就是说实话 只能够靠双方家庭的老人帮忙 还有包括阿姨去帮忙 虽然这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我也看到有这样成功的案例 所以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个选择 没有必要去说一定要怎么样 教育的路有很多条 对 陪伴是一条 榜样也是一条 我经常会发现就是说 你有限的时间的陪伴 他会记得非常地清楚 比你平时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 都更加有价值 这个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 我最近一直在看的 关于育儿方面叫有效陪伴 然后什么叫有效陪伴 可能就是你在一天当中 可能有这两个小时 你是完全不管你的生意 不管你的手机 专攻这两个小时的孩子的阅读 和跟他陪一起玩 反而比你一天只是待在他身边 但是你在不停地刷手机和干嘛 但是妈妈在 妈妈在 是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 我爸就是这样 我有一个亲弟弟 然后有时候我妈妈不在家的时候 她在她的房间 躺在床上这样刷手机 然后我弟在另一个房间自己玩 然后就隔空喊话 云带娃的感觉就是 爸爸在呢 有什么事跟爸爸说 都不饿 饿得跟爸爸说 然后没有人理他 就是补起来 仿佛在陪孩子 其实在陪手机 这现在绝大多数父母的常态 对 两位是不是爸爸都是儿子 对 你看 我两个女儿 两位一定都没经历过 一个爸爸单独带一个女儿 女儿要上厕所的时候的窘态 那个时候女儿才四岁多五岁 她不敢一个人去卫生间 我太难了 就是我 你知道我跟她一起进女卫生间 肯定不行 就是我把她带到男卫生间 也不对 没办法 最后怎么办 只能在滑雪场 请那个滑雪教练 指定女性滑雪教练 而且熟悉了才能 委托她帮我带女儿 我在门口守着 我生怕出什么问题 所以那一趟完了之后 我是深切意识到 妈妈每次说你单独带她 我就说 那你说她身卫生间怎么办 逛商场 任何情况下 都遇到这个问题 现在全世界都开始在提倡 育儿厕所 对 所以我们在这儿 也算是发出一个呼吁好不好 对 我们也希望 如果有条件的地方 一些公共场所 开始有慢慢独立的 这样的育儿厕所 方便单独带着异性父母 有一个更舒适一点 和安全放心一点的乳厕环境 对 这都是亲身的经历 所以说起来 但是我们也希望 不管怎么说 一节目是社会收看 希望有更好的社会分享 几位妈妈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在工作的时候 如果正好在哺乳期的话 对 很多大家不知道 哺乳期的时候 女性是会堵奶 对 这个堵奶 我有经历过 我堵到什么程度呢 左胸的这一侧和这一侧 有这么大的浓 医生说 要切刀引流 女性医生她就说 我不想让你留疤 你能不能忍痛 我说能 我说但是会不会影响胃奶 她说不会 但是不能上麻药 就是拿一个这么粗的针管 针头有这么长 拿着必超的头这样放在你这儿 然后把针头直接储进去 我愁了四次 这是最严重的一次 但是我总是在哺乳期之间 不知道堵了多少回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做演员 是出了月子以后去拍戏 那我就想说 带着孩子一起 要让她吃我的奶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必须要自己买一个保温箱 要这么大 因为这么大里面 放着各种的冰盒 然后才能放进二十袋木乳 但是孩子一天是吃七到八袋 为什么我会放二十袋 就是因为我要有一个周转时间 我要存出来 万一有一天我毒奶了 奶量不够 或者哪天奶水少了 奶量不够的时候 它该怎么办 到时候我有时间 再去找其他办法 给它补充这个奶 然后我还要选好 当地有没有通乳师 有没有这样的医院 然后我又买了个车载冰箱 因为要方便我在现场洗奶 然后我买了一个便携的 那个所有的洗奶的工具 是这么大一个奶包 然后在现场 我还要拿处备好纸巾 毛巾 因为隔壁摊的风沙很大 我怕进到 就算洗干净 会进到奶瓶里面 然后我在公园里面 带孩子溜完突然的时候 我必须要洗 然后我在火车站 这个时候要上火车了 可是又到我的洗奶点 还没有洗完 我从母婴室 要跑到火车站里面去 这样去洗 然后夜间要去洗 所以其实被奶妈妈的 整个的这个过程 可能我是非常深有体会的 是的 特别难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看到的这些 往返于家庭和办公室的 这些职场妈妈们 我觉得她们不光是需要军众 还是要需要更多社会上的 这种关心 因为她们补育的是社会的未来 就需要一些制度性的保护 我觉得以后还是 应该需要这样的规章制度 就是在公共场合 达到多少平米 公共空间多少 公共房间达到多少个的时候 就必须匹配一个 同比例的母婴室